主公 这五百里战道 乃我等来日入关的唯一通道 今日烧了 他日何以入关 主公 这战道 乃我等来日入关的唯一通道 是前人世世代代历经几百年才修筑的 烧毁他容易 来日修复可就难了 主公 子旁之才 举世公认 但这火烧战道 无疑是自毁之策 主公 万万不可 一时弧度 一千古之恨 儿等不要说了 我义已决 烧 主公 烧 即刻就烧 谁再多嘴军法从事 我去 帆将军 你去 帆将军 你非要逼迫本王 砍你吗 汉王 烧 烧 把这五百里战斗给我全部收过 张子房 老子要剥了你的皮 抽你的筋 你不得好死 里面 亲家 可以 你可以 有精神 有精神 我才能够获走 帮祭 他把汉王烧了 如此看来他是无意出关 他是准备老死在汉中了 戴王 以微臣之见 汉王将五百里战斗全部烧断 绝非好事 请戴王明察 韩信 亚父夸你有袁荣之才朔见于我 我才提着于你 你是在有意悖逆本王吗 戴王 戴王 微臣不敢 然微臣为戴王做事 有话不敢不讲 有话 什么话 你不就是想显示比本王高明吗 戴王 戴王 微臣绝无此意 住口 即刻回去守城 本王无意听你教训 慢 戴王 解 谢代王 戴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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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 戴王 汉王 可有事吗 汉王 有两个人想见见 何人 好 进来吧 来 还不赶快拜见汉王 汉王 再说 萧夫人 好 玉兰 几年不见 长这么高了 萧夫人快请起 你们如何会来这里 上回汉王派樊快回丰佩时 我托他带了家书一封 让他们举家南迁 以表对汉王的效忠之心 是 此次入汉 将族思乡 途中逃离者不乏其人 而你们却举家南迁追随于我 足见丞相对我的情意真金难比 苍天可见 汉王过奖 过奖了 太后 太后 将族多有逃亡 正说明大家归心似箭 来日回时东进一定游勇可逝 三叔 汉王 我们什么时候回去 玉兰 说起这些 三叔比你还着急 你们快快退下堂去 是 父亲 请 请 请 娘娘 这水凉着正好 你回来 从今天起 你伺候我洗脚 王后娘娘 小的不敢 小的不敢 你是代王的门客 娘娘的话 你敢不听 小的伺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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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明日起 从明日起 本娘娘也要两盆水洗脚 左脚一盆 右脚一盆 那小的再找一个门客 我等二人一起伺候娘娘 休得多嘴 娘娘就要你一个人伺候 好 张子房有何消息 佩公入汉 他就回韩国辅佐韩王去了 亚父常说 子房先生善有奇谋 乃金国济世之才 我宣他随韩王半价 亦在使其离开刘邦 暂回韩国 等亚父归来 你等前去请他来为我做事 你看如何啊 叔父 好 恐怕不行 子房除了韩王以外 不会真心辅佐任何人 我想他用不了多久 就会回来的 贤侄你 呵呵呵呵 呵呵呵 呵呵呵 大王在下 因臣之过 大王在下 我将遭此独守 梁之不忠 天地难容 这千古仇恨 梁一定要报 纵然是干脑涂地 也在所不惜 不忠惨 爹 爹 驾 证人盼归心 为战胜 证人盼归心 爱极 代王 虽我征战三年 故土难归 想家了吧 思乡之情 人皆有之 但为妻不离代王身边 一切如意 倒也安然自在 修在满我爱极 正日随我东奔西沙 没过成一天安宁日子 怎能说安然自在 爱极 随我回鹏城 代王顶天立地 志在四方 且莫因为儿女之情 动摇了代王凌云之志 我本不想就入咸阳 只是亚父 全世为妻不好 惹代王烦恼 代王乃一国之主 当以国事为重 回不回鹏城 还是要和亚父商议 万万不可轻举妄动 爱极 你总也掌口亚父 闭口亚父的 我 我 紫房先生吗 先生 火烧战道之策实在高妙 韩信 佩服 佩服 韩将军何出此言 先生 修要取笑 韩信乃区区校官 并非将军 在良言里 将军雄才大略 只是未能施展 他日若欲民主 当个大将军也绰绰有余 先生果真这么看 绝非妄言 鸿门一面 我就认定将军才智过人 非同一般 韩信投军三年 如此看重于我的 先生 尚属第一人 如此说来你我有缘分 改日良定登门拜访 任兄 且 自房 回兄 对不住你 任兄快快醒起 有话慢慢说 贤弟 你可曾回韩国 那你如何晓得霸王命人把韩王杀了 任兄 任兄 你若看重子方 想保全子方一条性命 方才的话全当没说 子方也未曾听见 此话一旦让他人知道 子方再劫难逃 你怎么能够出我 来 请 请 子方秀 请宽心 有为兄在 谁敢加害于你 为此事我已与霸王大吵一通 他答应以后多多关照于你 不必 霸王若问起 你只告他我在咸阳暂歇几天 不日就回韩国 天作孽无可备 人作孽有可为 霸王真是逼良为仇 人兄 我离开咸阳多日 不知霸王进来又有何打算 咸阳城内满目破败 一时难以修复 霸王想迁都蓬城 但爱与亚父劝谏 这一时拿不定主意 路人闪开 道士走来 听我唱歌 乐你开怀 路人闪开 道士走来 听我唱歌 乐你开怀 今有一人 今有一人 何必摇灵 何必摇灵 只闻其声 不见其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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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乐不贵不怀乡 得乐不贵不怀乡 如传锦衣夜里行 如传锦衣夜里行 今有一人 今有一人 何必摇灵 何必摇灵 只闻其声 不见其声 不见其声 得乐不贵不怀乡 得乐不贵不怀乡 如传锦衣夜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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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有一人 何必摇灵 你不见其声 今一人 请 今一人 何必摇灵 我 敬衣身一杯 请 先生 切莫过奖了 我在处营三年斗胆劝谏 向氏输职未能听从一句 向氏如今想迁都蓬城 只是还碍于亚服劝谏 故尚未成行 向氏师道寡助 气数将尽 我本想回还因故土 虚度此生 可是今天先生一席话 这才茅塞顿开 我想弃除头汉 不知先生有何指教 汉王宽人大度 萧和有宰相之才 在关中废除了秦朝科法 深得人心 二人堪称是明君贤相 这时却圆融之才 将军此去正好一展报复 成就大戒 将军请收好 汉王宽人大选 汉王求贤若渴 建我伯叔必然重用将军 现在战道已经烧毁 你可以从陈参口转入汉州 除了这条小道 别无他路可通 你可沿途盘问 一定要记住此路 将来回石东进 只有从此路方能入关 这条路荒废多年 无人走过 将军切切不可让外人知晓 将军这把宝剑赠予将军 调表张良对将军仰慕之心 我韩信极极无名 更谈不上有所建树 先生 仅这样的厚爱于我 韩信定不辜负先生的知遇之恩 来 为将军早日归汉 大展宏图 干 谢先生 谢先生 指教 一人一人 隔城雅典 只闻七人 不见七人 隔道不碎 不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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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人隔城雅典 只闻七人 不见七人 则的不贵不还乡 不穿锦衣夜里嫌 今有一人隔壁牙连 只来今生不见其妙 则的不贵不还乡 在 把领厂的小儿抓来 本王查询 是 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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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军自来南政 天天有士兵逃走 将族多有抱怨 说待在这鬼剑仇的地方 何日才能回家团圆 大王 长此下去 共生华变 是啊 大王 依臣之见 速派人寻找一位能统领三军的大将军 莫兵立马 早日东归还定三秦 不认为何人 本王何尝不像这样 此方临行前 答应替本王找一个领兵的大元帅 可至今杳无音信 叫人忧心如焚 大王不必忧虑 我已让夏侯英开设招宣馆广纳人才 有道是欲速则不达 如若大王沉不住气 麾下的兵族就越乱了 走 丙带王 我又抓住一个逃兵 他死活要面见带王 你被汉思逃 还有何脸面来见我 大王息怒 小人自随大王盲荡起事 转战三年未曾归乡 今收到家书一封 老夫兵故 见妻不守父道 与人私奔 家中只剩老母一人 孤苦伶仃 染病在床 无人事后 几年来 一泪洗面 竟双目失明了 小人 与带王同时丰佩乡亲 当了逃兵 我 罪该万死 念在乡亲情分上 日后带王 打回老家 若老母在 带王一定带我看看他老人家 一尽微薄消息 若老母孤去 也请戴王到老人坟上 替我烧些纸钱 也算他老人家 没有白养我这个不孝的儿子 戴王奴才知罪 斗胆见戴王一灭 也就死而无恨 请戴王赐小人一死吧 快给他松绑 松绑 我饶你不死 你也不要再逃了 再说战道烧了 你也逃不掉 本王一定带你们打回老家去 谢戴王 快起来 去不起来 走吧 谢戴王 你也别走 你也别走 你快点 我去哪子 你也走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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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 你走 你走 用鷹河检口不严 难道毫无间谛吗 子房先生 大王心鸣如敬何必问粮 本王以为这今有一人隔壁摇陵 只闻其声不见其行 是说本王虽有声名但未传天下 得了富贵不还乡 如穿锦衣夜里行 是说本王虽有天下可不归故里 如同穿着锦衣夜里行路不被人知 前日我询问一小儿 她说是梦中神仙所受 如此说来乃是天意 是命本王离开显阳回归故里 定都蓬城 以先生之见本王推断有无道理 对啊 大王自古童谣传世多为天意 顺之者昌 逆之者王 是要不成功啊 嗯 其实本王早有此意 回归故里在蓬城建都 只是亚父见我不要离开显阳 带王 亚父所言也有道理 显阳自古乃建都之地 秦王居此而吞并六国统一天下 但大王切记 暴秦虽强但大师苛政 短短十五年便二世而亡 可见人心向背才至关重要 属不才望眼 大王出道显阳报仇心切 大烧大沙百姓多有怨怒 若在此建都难以顺民心啊 不如一锦还乡千都蓬城封其阴子 光祖耀宗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万事基业 何愁不成 不成功 先生所言正合无异 来人 暴令三军即刻准备 不日千都蓬城 带王 带王 不可妄自东归 是否等亚父归来再商量一下 我堂堂西楚霸王 纵横天下 左相无敌 何必逝世依从亚父 我去以绝 而等休得啰嗦 以后我所定之事 谁再敢出头强健 本王并敢不说 带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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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臣寒生冒死却见 如此说来 你不怕死 为带王 百年之夜 微臣区区性命 死不足及 那好 来人 在 把他推出去斩首 是 带王 闪开 带王 言怒堵塞 国之不幸 待微臣把话说完 要杀要寡 要烹要煮 稀听准备 快讲 带王 小儿童谣 绝非上天之意 微臣以为是心怀叵测之人所舍 意在 蛊惑人心 带王 妾不可轻聚于人 县阳山河祖阁 东有黄河 西有隆关 南有摇关 北有铜关 八百里秦川 无产丰富 进可攻 退可守 带王称霸天下 都称非显阳谋处 望带王三思 说完了 推出去 消手势重 走 带来 大丈夫誓死如归 老夫我自己走 人说楚人目猴而惯 这话真是不假 你说什么 相伯 陈都尉 此话怎讲 带王 此话难听 讲 是把带王比作猴子 扮成人的迷猴 虽然戴着帽子 但到底不是人 帽子戴不破 也总要把它弄破的 老畜生 这个老匹夫竟敢辱骂本王 给我拖出去 碎尸万段 熬成汤 烧成灰 走 走 山里来 如果你们进去 走 灶子 快了 快了 好 快 这个地方 我先坐下 下去 是 大王 探使回报说 项羽已经派人把韩王杀了 真有此事 说韩国举哀全城代孝 这岂能有假 你为何发相 我肖像与鲁夫为我做了件好事 韩王既然死了 此房不日便可归来 臣正要禀告代王 听说张良先生已返回咸阳 日前已在项羽殿上参政议事 什么 胡扯 无疾之谈 此房先生的为人我是知道的 他亲口对我讲 多则一年少则数月便回来南正见我 他还说 要为我选元大将统领三军 他怎么会投在项羽回下 天下纷争 事事多变 责主而是也未可知 探时还听说 项羽十分看重张良 杀韩王就是为了逼子房 投他麾下效力 说张良与项氏叔侄出入相随 项羽对张良敬若上宾 你言听计从啊 这 这 我尊你若师长前辈 我尊你若师长前辈 带你如同胞兄弟 我尊你若师长前辈 他已经说变就变被汉投储 真是人心难测 如此看来 他早有打算 难道说火烧战道之际是他为项羽谋划的 难道天要灭我 我等都中了张子房的诡计了 贤弟 你这是要往何处去啊 难道你不可以告诉维兄吗 人兄不必多问了 子方也是为了你好 霸王面前 维兄何以交代啊 韩王已死 良心灰意冷 你就告诉霸王说 子方全然不想功名利禄之事 要去游历明山大川做神仙了 人兄告辞了 后会有期 贤弟保重 一路多加小心 走吧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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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 有人来了 严家叛查 是 来者何人 前面记归汉中管辖 反过此官徐凭印信文术 我有印信文书 请下马交本官验证 将军主请验证 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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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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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有了战斗 这条路就无人走了 也就是老夫我 组备在山中大宅 长走这条小路 将军倘若过去问他人 恐怕没人知晓 将军请看 从这过去 绕过前面那座山岗 有几十里河滩路 河滩尽头 有片松林 过了松林 那座山就是峨眉岭 太白岭 岭上小道很难行走 你还得牵马而行 岭下有几户人家 将军你可以暂戒食宿 第二天再翻两座山 古云山 鱼角山 渡黑水 过寒溪 便是南正了 谢老夫指点 老人家 收下吧 将军慢走 老夫得及早回去 要不然天黑就会困在山上了 老人家 你方才说 此山路除了你再无人知晓 可是实话 这还能假 方圆百里 将军若能找出第二个人认得此路 老夫我 将军 你 老人家 韩兴 对不起你了 老婆 应灵在上 应灵在上 饶恕寒信心狠守毒 老婆 小生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 日后大业有成 定当重修陵墓 祭奠亡灵 并后代老伯家眷 绝不食言 你 你 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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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